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小鹿剪肉 今天咱们更新三个视频 这是最后一个 第三个视频 看一下咱们收的这几台苹果的笔记本电脑 一共是有六台 五台是灰色的 然后有一台是银色的 全部都是准新机 什么叫准新机呢 就是跟全新机没有什么区别 咱们收回来这个是macbook pro 然后上面是有一个状态栏 就是可以触摸的状态栏 然后首先看一下配置 这个电脑是原价19000的那一款 2.6G的6核i7的助力器 然后512的固态硬盘 16G的运行内存 4G的显卡 这个屏幕的话是16寸的屏幕 视网膜屏幕 这个反应速度是非常快 如果用过苹果电脑的话知道 苹果电脑主要就是办公 包括一些解极视频呢 或者是塑图 那这个电脑妥妥的没有任何毛病 绝对是够用 反应速度什么的 很好 这个咱们也不过多说了 也没办法测试 是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打印的这个标签 变签 就是更加清晰明了 这些配置什么的都在上面写着 这种东西就跟车一样 是一机一价 因为咱们收过来这个就是准新的 非常非常新 整个机身是没有什么磕碰 而且是纯原装 这种数码类的东西 手机啊 还有笔记本电脑 很多翻新 还有拆修的东西 咱们只收原装 就是里面一颗螺丝都不会动 就是出厂什么样 它就是什么样 但是这个东西咱们收回来就是比较高了 这个原价是一万九的那一款 咱们收回来是不到九千 八千多这样 然后都有充电器 原装的充电器 96瓦 纯原装的苹果笔记本专用 还有一根充电线 好 多的咱们也不说了 懂得思蓝懂 不懂的你跟他说太多 他也不会懂 本期的视频就这样 喜欢这个视频记得关注一下李小鹿简粥 后期有更多更好玩 更便宜的东西 我会分享给大家 拜拜 我们下期见